晚上好 我还在原位直播 今天晚上 调个光 光已经清好 怎么不回酒店 我现在就在酒店 我在酒店的厕所 今天发现了一个新的直播 就是好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就这里 谢谢光仔送的祈求小熊 我们又见面了朋友们 晚上好 这衣服有点漏 晚上好 谢谢小九 吓死我了 送的暖暖 谢谢 你知道刚刚什么东西掉了吗 粉饼 你刚刚把它放在这里 碎了吗 没有啊 差一点 我放在这里还不行吗 差一点就碎了 又要买一瓶 又要买一个 我已经那个 你不知道 我还要买一瓶 我在想 我为什么放这了 不过你啊 我放这儿 有问题吗 没问题 但太危险了 在这儿 啊 我已经有提案了 眼睛好多了 我也以为碎了 因为这个超容易碎 再看一眼 没碎 这个特别好用 但是碎的也特别容易碎 外套出净率极高 这个外套我只穿过两次 准确来说应该只穿过一次 它怎么就出净率高了呢 你感觉天天见 我就从来没有穿过格子的西装外套 谢谢AFK送的男暖 这是我在厦门穿过的 就是唯一 就是我只在厦门穿过 就穿过一次 西装外套都很像 那可能吧 把我认成了别人 谢谢一罐小茶送的全照 谢谢你 我今天吃的 今天其实菜挺 挺好吃的 汤挺好喝的 就是那个汤很不错 但是呢 就是 怎么想都不可能坐马桶上吧 难道你坐 你怎么知道 是谁在直播 是谁在谁说的 你怎么知道 还是说又在钓鱼 别人说的 这怎么说 他们说啥了 让我看看 我再看看我怎么说 你们不知道啊 你们不知道啊 那怎么 那个 多阻碍 我也没有说 我一定要说 我只是说 看看我怎么回答 怎么讲呢 但是很有意思 他叫 他叫什么 指着周世宇的名字说 叫 记住了 好 记住了 周瑞奇 对吧 给我笑死 然后指着何阳青 看着何阳青青说 北京的 不对 不是指着何阳青青 是指着谁来着 哦 这是王瑞奇说 北京的 就刚说我是沈阳那个 他知道 他当然知道我叫啥了 对 就很好笑 对 主要是我们成员太多了 要记 也挺难的 我总是 我也有时候会记错 今天结束了 但是我们明天还有事 没有说时间 有空休息吗 不知道 就是我们明天不回去 我们晚几天再回去 吃个书工也会上的 今天吃饱饱的 让我想到那个歌 嗨 牙不疼 汤很好喝 很好喝 一股胡椒味 我很喜欢吃胡椒 胡椒味 什么 是快乐星球 今天我一直在背着说 这个洗脑 其实我这视频没怎么刷到 就一直听到边上的成员在那里念的 什么 是快乐星球 哎呀 我突然想起来 我本来要刷 本来要跟大家一起拍那个拍照的 结果最后我就吃饭的时候 跟袁一起拍一个照片 然后我就吃忘了 就拍了一个袁一起 怎么会这样 我突然想起来 还是本队的 明天带他们都走了 但是还留着几个人 现在来去大家都回各回各家了 太累了 对可以运动会拍 没关系 反正我也加了很多人的微信 对 MV拍完了 加了谁 加了 对啊很多人 我今天不下午不说了吗 然后晚上我又自己主动加了soso 但是 我别的我就没加了 因为我不知道他们谁是谁 你可以加我微信吗 可以啊 就是那个 你那个叫什么 我的微信号去那个 百度上面搜 如果有人投稿的话 那一定是我的微信 我以前就加过上学的时候 上小学的时候就加过 然后每天给我喜欢的那个 爱豆发微信 说我发QQ 嗨在吗 在吗 然后有一次嘴射死 就是我姐 我表姐 就是看到了我的手机 她就说 你怎么给她发那么多个菜吧 关键人家一次没回你 然后我之前 对就是小学机型 我之前 然后我还发了一个我自己 就是我在外婆家住的照片 我当时想 哎呀完了 发错了 怎么办 紧张死我 那个时候还没有撤回这个功能 然后 结果就是 紧张了半天 人家也没也没得到人家的回复 哎 就其实明明知道 她她是假的 但是还会有爆百分之一的可能 就觉得 她就是王俊凯 就挂在自己的QQ里面 也是很开心的 我有王俊凯的微信 就是我以前小学的时候 可喜欢她了 对啊 我小学的时候可喜欢她了 但已经限小学了 不能提这个名字吗 对啊 那为什么要说打扰了 这样的吗 就小学的事情了 大家讲一讲小时候的事情 可以吗 我吃过的呀 谢谢 Y-B-O-N-N-E送的黄冠 谢谢您 因为我小学那一阵子 TFBOYS特别火 哎 是小学吗 哎 反正不是小学 也就是初一的时候 反正就是 叫梁 初中吗 那我不记得 那个时候很火了 然后我就跟我同学一起喜欢 跟风 OK 谢谢 就是喜欢 就跟着喜欢 TFBOYS特别火了 那时候还有什么智商力和 就是韩国的那些女爱都是男爱都是但是XO是可能是太火了吧 太太火了 然后我就也了解到 对吧 因为我同学连饭卡都是他 都是他们 谢谢薄荷巧克力送的男的 谢谢十美丽送的黄冠 谢谢你 谢谢十美丽 感觉都喜欢这个 对 小学吗 就很好笑 那个时候智商力和 特别火 我就说我 我问我同学 我说就是那个时候真的很火 老师都在放 就放他们 跟说小朋友们你们会唱智商力和的棉花糖吗 然后我们就是我我就说不会 所有人都说会 就我一个人说不会 完了之后我就拍拍我钱桌 我说你会吗 他说 不知道我也没我也不会 我就是听过 然后我就说啊 这样啊 那就那我就放心了 然后歌一放 然后我的所有 我全班同学都在唱棉花糖 我那个同学也在唱 就我一个人真不会 怎么唱了这 那个棉花糖 真的就我一个人不会 然后回家我就 我就特地回家去网上搜了一下 智商力和棉花糖怎么唱 我就特地去学 然后到后面就是跟上了大家的步伐 小学生做的也蛮难的 也蛮难的 明天不知道要不要早起 还没有看星辰 他们有时候比较临时 说说女团 嗯我不看选秀 今年我不看 嗯我就是不怎么喜欢看这个 谢谢 圆豹 女团喜欢 喜欢 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吧 也不是说对啊 Blackpink就是 多看 创一 没看 那个时候我没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看 那个时候我沉迷动漫 最喜欢哪个路吗 家庭教室 人呐还挺喜欢的呀 什么咪哟咪哟 什么什么吃包包 就是带个当当 没有了解过 对家庭教师推荐给你们 因为他的那一块很出圈吗 我在抖音上经常刷到 然后就只记住了这一段 什么拼摸后面 什么那一招 我只记得了这些关键词 什么碎碎碎碎碎太悟掉 什么等等的吃包包 我只记得了这些关键词 厦门玩得开心吗 我就没有玩 我什么都没有玩 就一直在早起 晚回 然后拍照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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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视频 拍AV 什么都没干 就就没有离开过 就是 工作的地方 真的 我们一直在拍照 真的 我们一直在拍照 拍完了这个拍那个 拍完了那个再拍这个 然后拍完了单人了 再拍集体的 然后集体拍完再拍小组的 小组的拍完了再拍 双人的 反正就是这些拍完了就没了 然后第一天拍拍拍的 90张好 一般都是10张起拍 10张啊 这样子 拍拍拍拍对吧 然后像我们这一次 然后像我们这一次 要拍多少张啊 我想估计也就3030张 差不多90张 OK 好的 懂了 谢谢奶茶 对 这个姐姐就是SNH48的张鑫 就是stuff里面的张鑫 全程拿着小摄像机 一直在拍一直在拍 谢谢奶茶 真的就是哪边有哪边有无聊 他觉得哎等一下我的小相机 你来吧再说一遍 就这样 对 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这个嘛 就是拍拍这些 然后发发抖音视频啊 然后 花絮啊什么的 何姐姐说还蛮熟的 嗯 其实不熟哎 也没有不熟啦 只是最近才熟 这几天才熟 因为以前我总是 嗯 比较透明 谢谢奶茶 而且以前也不用拍这么多这些东西 异常的 倒也不是异常的 就是 就是 工作多了 然后和这些 就是姐姐啊就会熟很多 谢谢音乐棒 对啊 对啊 没关系 谢谢音乐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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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没关系 逗逗逗 逗逗下去了吗 逗逗下去了吗 基本是下去了 只是因为我这两天 其实是下去了 只是我这两天 每天都化妆 然后他就 皮肤特别薄 嗯 嗯 眼睛好多了 看 谢谢 不不不 不是啊 送的暖暖 嗯 现妆脸会痛吗 会痛一点点 啊 他还有反途 哦 谢谢奶茶 谢谢音乐棒 拍了多少照片 真的拍了很多照片 你看吧 我们每天都要拍 你就知道了呀 对 因为今天睡的比前两天多很多 前两天真的睡的很少 三四个小时左右吧 嗯 明天的睡到现在不一定 应该不能 明天又新东西要拍 拍抖音了 但是这个抖音不能发呀 现在 发了就告诉你们我们服装长什么样了 虽然你们可能也知道我们服装长什么样 谢谢音乐棒 怎么想到拍打面那个图 因为我老是在抖音说 刷到打面打面 打面打面这个这个音乐 然后 正好那个 他的圆图不是也是红色的吗 然后我想那我也拍一个 Vlog有吗 有呀 谢谢 拦了个陈颂的 夜碟 明天有 吧 应该有 什么大师师傅 谢谢奶茶 说实话我这两天真的是 非常的巧 到时候那个拍出来就知道了很有意思 就是我的服装总是跟就是 一模一样跟元一切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莫名其妙的巧 谢谢梁颂的皇冠谢谢你 谢谢 但是那个衣服不是我的是罗可家的 我跟他戒着穿的 可能然后 他 另外一件是 是李珊珊的好像 我还认识罗可家 对啊 我们一起拍的MV啊 能不认识吗 但是我没有加他微信 谢谢音乐棒 我们一起拍的 嗯 我知道 情人节拍了和服 是啊 但是照片还没有出来 没家没家 我没说的我都没家 说话呀 不然我怎么跟他借衣服 可能我太没有意思了 人家说 这个人太无趣了 还是不加了 开玩笑了 李珊珊和刮爽有点意思 谢谢应援棒 他俩有事 什么事啊 我感受到了 他蛮内向的 可以说比我还内向 就是我感受了 可能我边上 因为他来这边拍的话 就是他 就是刚有人提了呀 猪猪 能感受到 能感受到 而且好客气 因为我昨天点了很多很多水果 就说想大家一起吃 然后我以为他会拿一盒 结果他就拿了几块 他拿了几块 就是大家都是一盒一盒的 就他只拿了他说我这么点就够了 讲书听 谢谢应援棒 我点了很多 因为我想就是 就是stuff姐姐啊 然后成员一起吃的 我们 30号回 因为我特别爱吃水果 所以就是我比较喜欢点很多很多 而且这样种类很多 也可以一起吃嘛 啊 吓哭了 真假的 假如是听这样 怎么怎么会这样 真的 哦 今天有什么喜事吗 没有 倒是发生了一件倒霉的事情 就是我鞋尸 对家人 鞋尸了啊 其实我下午说过了 就不是已经 但是也是一个牌子 哎 没办法 直戴这几双鞋 谢谢玫瑰花 今天微博直播效果很好吗 不尴尬吗 嗯 像姐姐还挺怕我一个人聊天会尴尬 所以她在边上一直有跟我说话 时间太短了 时间太短了 因为就半小时 看我直播 嗯 哎真的女菩萨很好笑哎 哪里好笑的 因为就很容易想到诗 西游记啊 就是女菩萨 能否让我让平森在这儿借助一晚 哈哈哈哈 或者女施主 嗯 你们不看西游记的吗 它里面经典台词就是这种 就是那个白毛老鼠精里面有一个女菩萨 就是说就是那个白毛老鼠精装成 嗯 好人 因为我妈经常看 我一到暑假我就跟我妈一起看 或者一回家我妈就在那里看 什么玉帝哥哥 哈哈 什么在我这洞府 什么怎么怎么怎么样 岂不是更好 哈哈哈哈 真的因为我外婆喜欢看 我妈也喜欢看 谢谢王看看宋的男的 然后就 嗯 然后我就记得特别清楚 从我很小的时候 他们就经常循环着看 大唐光 是那种配音的还是啥 我记得我看过那种西游记的那种视频 发色化吗 我突然想起来 我今天 我头发褪色了吗 然后被说像个像个女什么来着 被王总说 哎呦 你这头发怎么了 他说你是自己长的还是什么什么 我说我头发自己掉色掉成这个样子的 他第一次就是说像那种 白毛女 白毛女 谢谢玉文帮 他说头发怎么掉成弄成这个样子了 那这样子的话 干嘛干嘛 都不用去给你特地去搞这种发型了 直接自己直接上就好 哎 对幸好我没有顶着我那篮头去拍水桌 虽然说可能拍出来会挺好看的 毕竟是有的 其实蓝头发真的很适合海边的 可惜了 但没关系 我蓝发的时候也去海边拍了很多照 看我现在头发就是 洗退成了一个渐变 这里还是生灰 这边就直接发黄了 就是因为那天泡在水里面拍照 给泡泡没了 谢谢玉文帮 嗯 再看吧 水有变色水没有变色 对 我可能没过多久要把头发染深 因为总不能老是黄来黄去的 黑发的话也不 我觉得我黑发不漂亮 不好看 深踪 深踪 嗯 我已经很久没有染过深踪了 哇 这口红不掉色哎 好牛 这不是我自己的口红 嗯 因为我发现我嘴巴没涂匀想抹一抹 它不动哎 哎呀 忘记还给王瑞琪了 没有了 这口红不在我边上 不是王瑞琪的 周世宇的 但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口红 是我跟王瑞琪借了一个遮瑕 忘记还给他 应该是不沾杯不沾什么的吧 这种像染唇液 我自己的就用什么 你是问我用什么牌子还是什么 这个不贵 是不是很难写 对这种就比较难写 就会一直在嘴巴上面沾着 但是又那个 我用我都用什么阿玛尼3CE 然后 嗯 嗯 MAKE 都用 涂过深色口红 哦我有一支深色口红 我这辈子就是我买过口红 你们最后悔的一支口红 给你们看看 咋了 我的包有点乱有点难找 我的包有点乱有点难找 看 这是我能涂的吗 这还是我自己买的 因为我一直 但是我的东西从来不 那个 就一直放在包里 因为我觉得 从来不把它拿出去 是吧 给你们试个色 我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 当时在专柜试 这是我会涂的颜色吗 但是它抹开还是挺好看的 给你们看它抹开什么样 就有点霉 看到没有 这个还是挺好看的 这个如果你涂湿了 就很难看 就很成熟这颜色 对 那导垢真的很强 我来涂一点点试试 因为我每次都觉得我涂得不好看 诶 涂少一点 没区别 因为我涂得很少 只是想把这里缺的 可以补上就好了 唉 浅色比较好看 擦掉 怎么样 主要是我有时候觉得 口红也确实不能太红 但是太浅了 就像生病了 因为你眼妆很深 口红就不能太 哎 其实你眼妆如果很浓的话 口红就浓淺一点 如果你 嘴这口红是很牢固 耳朵都红扑扑的 是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皮薄吧 哈哈 你有个朋友说我长得好看 好的 谢谢 谢谢 晒黑了吗 我看看 应该是有一点点 但是也没有 因为我发现我的胳膊有点黑 所以我就是想看看 我只是有一 就是其实我早就有点觉得自己有点晒黑了 然后正好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晒得有点被晒到了 我就看看 别的地方我觉得没有被晒黑 我就看看确认一下这里 谢谢乔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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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晒了会白回来 那肯定会白回来 我涂了防晒 我妈 我妈就是 嗯 以前特别的白 晒了之后怎么白回来 就不要出门 下面不热 甚至有点冷 对我姐姐也是五白的 我晚饭吃了 对我是真不爱出门 所以就是无所谓 对 对我姐姐变白了 但是还是没有我白了 谢谢乔克力 嘿嘿 哈哈哈哈 什么是快乐星球 哈哈 有点虾 对这个话真不能给我解听的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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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One 嗯 对 这话真不能给我姐听的 超家伙 对 我姐姐不看我直播 谢谢 应援棒 打得赢 我们不打架 嗯 谢谢 应援棒 小时候经常被打 我小时候跟我姐姐不熟 她既然不追星 但是她会看我们团里的东西 她特别了解我们 合理的 东西 对啊 我以前真的跟她不熟 一本老正经的熟 我是在小学还是初中才跟她熟起来 应该是小学吧 她说因为我为什么跟她不熟呢 我以前跟她玩过 有段时间想跟她玩 但是她不想理我 所以我就伤心了 我就那我也不跟你玩 就是 就是 对 她那个时候青春期 就不喜欢跟我这种小孩玩 后来她好一点 我就是 本来就是 我这人其实 没有什么 那种小孩式的青春叛逆期 就是 所以就是很喜欢跟姐姐一起玩 没有她那么夸张 我姐姐以前 可搞笑了 就是 那时候很流行 那种发型 这样子 这样 她以前的刘海就这样 这样 把一个 掐发掐 然后 一直不掐掐子 一直不掐 而且她这头发还不是从这儿斜 从这儿开始斜过来 就你们自己想象一下 就这样 每天这样 回家了 嗯 就这样 哈哈哈 然后就 嗯 然后后来我奶奶说 求求你了夹个发卡吧 夹了 好最后给你们看夹发卡怎么夹 这样 没夹好 就这样 然后 眼睛还是不露 就还是这样 真的一点不夸张 然后 然后我奶奶说把突然夹起来 然后再自己拨下来 不要动啊 哈哈哈哈 嗯 嗯 然后我姐姐以前也很凶 可能我这跟我姐姐比较像吧 其实我 就家里人都有点这样子 就是 不怎么爱笑 就是现在不怎么爱笑 就长大了 长了一段 一长大到一段时间的时候 会莫名不爱笑 然后 就是 就可能就是基因上 然后 当然也有别的理由啊 然后 就不怎么爱笑 我奶奶说 王爷 家里有没有 学校里有没有人欺负你 有人欺负你 奶奶让姐姐去帮你 帮你出头 你姐姐认识谁谁谁 什么什么什么的 怎么怎么怎么样的 可搞笑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一直以为我姐姐特别牛 是学校的老大 哈哈 那种大姐 就是那种 红蝎子队的大姐的那种感觉 对 社会姐 对 然后其实事实上就是并不是这样子 就是我奶奶 自己这么想的 对啊 奇遇红蝎子队 就是那个蜡蝎小心里面的那个对啊 哈 我是红蝎子队的什么芝麻女 是芝麻女 什么 就戴口罩 他因为他脸上有麻子 所以他叫什么 然后 不戴口罩的胖胖的 因为他叫什么来着 对对对 谢谢奶茶 手怎么红红的 哪 这吗 因为我涂口红了 我的手掌也有 腿上怎么有瘀青 嗯 我也不知道 就可能老是跪吧 就是有时候随随便便跪一下 我就会有瘀青 我就特别容易有瘀青 然后 嗯 随随便便撞一下就轻了 还是真的那种痛 会痛 虽然说撞一撞确实会痛 只是 嗯 我也不知道 好 但已经好了 皮包容易脸红吗 我反正挺容易脸红 小心老了得什么 腿病 不会 算了不要立这种flag 可能吧 这首歌好洗脑 耳朵为什么这么容易红 不知道 我不知道 就是虞书欣的什么歌 他叫什么 这首歌叫什么 我另外一只耳朵 好像都挺红的 可能我耳朵皮薄吧 对啊 一只大一只小 像这只耳朵就可能挂住头发了 我挂个眼线笔都可以 但我没说 打脸 因为我这边头发太厚了 因为我垫了很多头发 等一下 看 这样就可以 这边就不行 是吧 是不是 谢谢刮刮刮刮皮送的男的 谢谢 得插到头发里面才可以 你看就是挂不住 因为我这里太软了 看到没有 这里就 这里就 可以挂得住 因为我这头发真太厚了 憋过去 走吧 这是怎么挂的 这是怎么挂的 就是塞进去 谢谢烫手的小板砖送的黄罐 耶 谢谢小板砖 谢谢你 你爸就是这样放烟 我爸也是 但我爸现在不抽烟了 就他以前 我的爱心变形了 我是孙悟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今天穿的好好看 今天就是随便穿一穿 因为我在想 我总不能穿跟下午一样吧 然后我就穿 随便穿了个外套 肚子也没坠肉 你跟我一样的体重 你也不会有的 今天有拍照吗 今天没有 今天这样没有拍照 我妈今天 我直播完 我妈没过多久 就跟我说 听说你又瘦了 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她怎么知道的 然后就说 什么回答妈妈给你炖鸡汤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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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妈很关注我 所以她就跟我说最多的话就是 哇塞 你怎么怎么样 妈妈好崇拜你 妈妈怎么怎么怎么样 真麻粉 对啊她是很有年代感 所以我有时候在家里我也会跟她讲一些比较有年代感的词语 比如说好雷啊 我经常说好雷啊 我经常说好雷啊 雷死我了 但是我在上海就不会这么这样说 在家我经常这么讲 就包括我跟我姐也是 现在很少人这样子讲了吧 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吗 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其实这个可以表达就是在各种 我说好雷人雷人就是雷人这个词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吗 不是彩雷的意思 他意思有点多 他意思有点多 比如说 你看到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你觉得不太行吧 然后或者说有点尴尬 或者是说啊这这种就会可以用这种 这样 原来真的有人不知道啊 这个这个词网络词已经过世了 哎 文者伤心听者流泪 只有我你们家的人还在用吗 这跟你们老不老没有什么关系 我老了 大家这个这个这个 在我小学还是读那个的时候很流行这样 我这身衣服其实很像上班的有没有 特别这样很像那种上班上了上了一天好累啊 然后回家躺着休就是趴着休息一会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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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 真的只有碗筷的声音 一点不夸张 然后就感觉 这个饭吃的好沉重 你们知道吗 而且包括staff说话 也很好笑 你们可以吃了 就这个吊掉 就这个声音音嗓 可以吃了可以吃了 没事吃吧 然后等他王总来了 我本来倒是在玩 玩抖音 你们知道吗 我在跟他们玩 那个抖音特效 就是那个光头 我跟每个人都找了一遍 我就笑死 笑吐了 然后我就是玩得开心的 然后突然王总来了 我就立马 就很像上学 就是老师突然过来 老师突然过来了 然后突然关桥 但是又保留着那个余笑 你们知道吗 想笑又不敢笑那种感觉 后来我就这样 拿起你的酒杯 把相机对着 对 笑死 我喝了呀 但是我没有喝酒 我喝的是白开水 只是拿起了那个杯子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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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喝饮料吗 喝了我喝的是AD盖奶 然后还喝了白水 还喝对没电了刚才 对啊 我们大家都喝了呀 没有雪碧 因为我今天中午喝过了 他们点了什么西瓜汁雪梨汁什么的 我就蹭了一口 就有那种默默 喝完了你嘴巴上面一层默默 我不喜欢 然后它里面会有那种杂质 那种炸出来的那种水果果汁残渣 为什么不好羊毛 嗯 就是 吃归吃 也不是不好 就是确实是有点不好意思 还有一个就是 不稀罕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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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如果你吃不了这么多 还是不要浪费食物 对吧 哈哈 嗯 薅羊毛归薅羊毛 但是你吃不了那么多 就是浪费了 那也没有 也是丢掉 对吧 抖音最后拍了吗 光头的 拍了然后删掉了 因为谁会想要把那个光头的发出来 今天我们还要拍 嗯 就是 今天我们姐姐说还要拍那个 照片 就是吃饭的照片和外面的风景 然后我就 说好的 我就拿起了手机拍了一张菜 然后又直接就是对着那个窗外 拍了一个照片 说好了 我拍好了 就是怎么讲呢 因为而且他还要发自己的照片 今日敷衍 啥叫我确定 有人和我说的不一样 谁呀 今天发微博吗 今天不发微博 日后 其他还要 是谁呀 何阳清清 他说啥 清一色没事 谢谢奶茶 他说我拍周世宇 没有啊 不会吧 这都能误会 我是刚好周世宇坐在我边上 然后我就对着他那边的那个窗拍了一个照片 谢谢 谢谢应援棒 磕错了磕错了笑死了 谢谢应援棒 对我吃的确实挺少的 我们确实听吃的挺少 不饿吗 现在不饿可能晚上就一会就饿了 他们现在还在吃吗 今天吃水果了吗 没吃吃了 吃了一个巴勒是怎么叫吗 那个我就吃了一口挺好吃的 虽然我早就吃过了 只是今天那个周世宇他说他吃了那个感觉有股香皂味 我觉得挺好吃的 对啊 而且我才知道他可以连皮吃 我觉得他可能是连皮吃所以吃的还不香皂味 然后我觉得很香啊就是像嘴就甜甜的香香的 就是他觉得太香了 他受不了 加酸梅粉我昨天也吃了 就还行吧 陈皮我那天吃了那个叫啥 没有手有点痒而已 我那天吃了那个青梅百香果 青梅和巴勒拌在一起的什么不知道什么东西 贼酸贼酸贼酸 这是酸到 这是上头 青梅我在海南吃过 在塞亚吃过的不好吃 就那种咸酸咸酸的 我当时以为那个是酸酸甜甜的 然后结果是咸酸咸酸的 但是这个青梅酸酸甜甜的 但是有点过于酸了 就是他的酸还是超过的甜 但我在上海的海底捞特别喜欢吃这个青梅 也是酸酸甜甜的 说完流口水了 好酸啊 就我在海底捞吃的就 没有那么酸 对我一会都想吃了越说越想吃 但是他那个就是那种腌渍那种味道太重了 有阳眉 不是阳眉 化眉 里面有化眉 就感觉拿化眉水泡了一下 就很酸 我再过我到30分 跟你们说拜拜 刚刚差一点点把我们的下集单的歌哼出来 马上我就要被抓起来了 我要是哼出来了我就要被抓起来 叶总说 打面 打面打面 咳 对因为这两天听的太多了 谢谢烫水的小板砖送的黄罐 谢谢小板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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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 那我就哼 两个眼睛 看看我看看我 一个嘴 一把 亲亲我 亲亲我 什么儿歌你没有看过吗 就是 呃 娃哈哈 不什么娃哈哈 旺仔牛奶 的广告 没看过 那我要欧炮 我要欧炮 我要欧炮 欧欧 喝欧炮 果奶 什么巴基亚 宝宝 喝欧炮 果奶 什么 登登登登登 我要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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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 登登 欧炮 果奶 虽然我这么 我就是这个欧炮 果奶 这首歌很会唱 但是 我从来没有喝过 欧炮 果奶 据说特别难喝 长大 想要当宇航员 你们看过那个果冻吗 没喝过 但是他居然活了那么久 那个欧炮果奶 吃太空人 长大想要当 我要当太空人啊 然后这次我突然想到我们这次拍看到这个突然想涂一涂今天忘图了可是我一会儿要洗头算了还是不涂 就是那个我们拍MV吗就是会有那种嬉笑的缓解就是那种缓解就是那种缓解就是那种缓解嘛 吃放筷子 放筷子笑 你们知道这种吗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吃着就这样笑啊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这样哈哈哈哈 对谢谢巧克力 嗯 真的就是这样就很好笑 然后最后他就是反正就是我一定要我笑 就是一定要我们笑吧 然后我们就笑一会这样笑 一会这样笑 一会这样笑 然后最后我都这样笑 我说恭喜恭喜 谢谢巧克力 对 只有一分钟 拍照姿势 其实我是在网上学的 只是为了好笑才拍的 就这样 对啊 牙疼 哦 这是牙疼 就是嘴巴就是这个五官都有点痛 除了眼睛 这样 然后这样 谢谢 小老虎送的 气球小熊 拜拜 拜拜 再见 晚安 早点休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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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挂了 谢谢大家